蕭先生 你是怎麼發現這個錢的 撿到釣的地方在哪裡 在這裡 有沒有釣到水裡去 沒有沒有 我看還用 還用沒有 於4月17號下午17點 有一位消姓老農民 急急忙忙的帶了一疊鈔票 跟一個皮包 衝進派出所說 他在回家的路上 經過13街 發現路旁飄出一堆鈔票 他急忙停車將錢撿起來 在現場等了半個小時 沒有人來臨 於是他就拿來派出所報案 經我們檢查皮包內容 有新台幣27,000 以及兩張提款卡 還有信用卡 並沒有其他證件 正在不知所措的時候 發現有一個電話 就打這個電話看看 接電話那頭的男子 講得濃濃的粵語 他的口音是香港人 他說他掉了皮包 正在找 警察就打電話給他了 然後跟他核對皮包的內容物 跟他所遺 現場警察這邊的遺失物 都相符 就通知他來派出所領回 他到派出所的時候 非常的讚嘆 說台灣的阿瑟 辦事效率非常的好 他姓尼 從去年2月就來台灣了 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不敢回香港 他說台灣的疫情做得真的很棒 而且台灣的人很善良 很純樸 撿到錢全部都一毛不少 全部都還給他 讓他非常的讚嘆 我們台灣人的善良 以純真 以及台灣的疫情做得非常的棒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